大马路上一部机车突然撞上休旅车 骑士连人带车弹了起来 接着重摔倒地 放慢速度再看一次 一部赢灰色休旅车打算左转 对象执行机车根本闪避不及 撞了上去 机车和休旅车车头直接碰撞 零件当场喷飞 好在骑士紧握机车把手才没有飞出去 原地飞离地面 显向还生 休旅车车头毁坏 上头还卡了一件雨衣 骑士不要轻痛苦 躺在地上 脸上鲜血直流 置物箱里的物品还有机车零件散落一地 而壮烂的机车车体几乎凹折 可以想见当时撞击力道有多大 很严重 会很大声 因为刚好在这里面听到的时候 已经装在一起 装在地上的 说有流血 新北市新庄新树路 14号傍晚发生惊险车祸 要左转的休旅车 疑似没有仔细留意对象车辆 让执行机车根本刹车不及 86年次王姓男子当场大腿骨折 身上多处臭伤 好在送医之后没有学名危险 由于车祸当时双方都是绿灯 肇事责任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只是再看一次撞击瞬间 休旅车左转前没有先停下来看清楚 好在车辆冲撞没有直接撞到骑士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陈嘉敏和温荣新美食报道